我小時候已經喜歡吃金寶的罐頭湯 通常都是洛松湯或是ABC雜菜湯 今天我就用ABC雜菜湯來煮一個意粉 我經常都會弄不清楚我到底要拿多少意粉 一天過多一天過少 剛才也是這樣 每天在家我都幾乎在我朋友買給我的咖啡包 我都喝了很多 就是這個咖啡包 裡面的咖啡真的很香 隔這麼遠都聞得很清楚 還有一個咖啡包 我只需要加水 這一款的咖啡茶包真的很方便 因為這樣放進杯子裡浸熱水 然後放幾分鐘就已經很濃的咖啡味了 所以我也是大愛的 就是把茶包拿出來 把味道拿出來就完成了 其實真的很香 然後就很簡單了 水滾就加這個意粉 意粉其實都是5至8分鐘左右 然後弄軟它 尤其是裡面的心也要軟 然後意粉就可以撈起放在一旁 然後我會加一些蟹柳 蟹柳這款牌子我比較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的口感比較好吃 沒有那麼膠沒有那麼假 那就到主菜了 就是這個ABC雜菜湯 其實往事我通常會是一罐ABC湯 一罐樂菜湯 用湯的形式來做一個通心粉 不過今天我只想用ABC雜菜湯 就不做湯的質感 就是做一個像別人混合 一個芋耳粉一樣 比較稠的 所以我也不會加很多湯 其實本身這罐湯 它是比較稠的 而且裡面有很多ABC的英文紙 還有一些雜菜粒 所以我覺得加這罐的話 你的意粉已經很豐富了 然後就可以倒進鍋裡加熱 其實它真的有一點稠 所以我也會加一點水 讓它容易稀一點 然後再加意粉的時候 才可以攪拌均勻 我接著就加意粉 然後再加蟹柳 就是這樣就完成了 超好吃的 如果喜歡吃金布湯的人 就應該會很喜歡這個味道 就可以了 到這裡 是 感谢观看